弟子是一位军人 和佛教居室的双重身份 请问应该怎样做到 既能保家护国 又不造煞业 你好好的学大臣 大臣教里面会教给你 确确实实能做到 尤其你看现在 华严经上我们讲的大用无方 很可惜 这大用无方现在这一段 它一共有十段 后面还有三段 我们已经学了七段 没有一样 不是圆满的 佛菩萨 实现将军身的很多 你看佛教的护法 我一头尊天菩萨 就是实现的将军身 佛教的护法 四大天王也是菩萨 也实现的将军身 菩萨实现的 你把这个里面的道理透彻了 你就晓得 杀人也不是罪过 杀人是救人 连面都救了 你想害人 护法神把你杀了 救了那个人 同时也救了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杀人 你将来堵地狱 你想杀的 没杀成 为谁罪 菩萨把你杀的时候 你不多地狱 你看 从地狱里 把你救上来 那个人呢 也救了 把你也救了 双方都救了 这个道理很深 菩萨有智慧 能看到过去 现在未来 一片自卑